嗨大家好,我是Kevin 有沒有發現今天的背景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今天要拍攝一個蠻特別的題材 所以我就來到了我們的美邊的家 好,那事情是這樣子 我們這次呢是跟Goodnight這個APP合作 那這個APP呢它就是你可以不露臉 然後跟女生聊天 那為什麼我要接這個Goodnight的合作呢 其實是因為我自己心中有蠻多題材想要訪問女生 那剛好藉由Goodnight可以跟女生聊天嘛 我想要藉由這一次來做一個 我一直蠻想要問他們的主題 就是到底男生穿搭重不重要 就對女生來說 然後呢,因為我覺得一定是重要嘛 但是如果女生說不重要的話 表示我會被打臉了 如果這情況發生的話呢 我就從我的衣櫃送一件衣服出去 證明我的推廣還不夠 有待努力 好,那大家其實看我的臉 看多了,可能有點膩了 所以今天我就走來了我三個朋友 他們都是在穿搭 在場有一個自己風格的男生 我由他來幫我訪問這些女生 看結果會如何 你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hey yo yo,hey guys hey yo yo my name is Justin Bumber 呃,不好意思那個 你不就是Kevin本人嗎? no no,why you say that don't,不要,呃,侮辱我,好嗎? 那我開始了 why?他這麼離開了 why? hello hello hi,how are you? i'm good oh yeah,hi,你好 那個,sorry,我的中文沒有非常好 對啊,可是很常很多男生都很有特色 沒有自己的風格 哦,所以 yeah,像 像我有聽我朋友說好像 japan的男生是不是 他們的風格比較有舒服 嗯,對 他們就比較 他們都穿得比較正式 哦,ok hello hello hey,how are you? 嗯,fine 是他念 哦,我其實算台灣人啦 但我在LA住漫舊的 不然你可以直接講英文 我英文貼得懂 只是我口說不是很強 你可以直接講英文,沒關係 oh,it's ok 因為我其實會台灣也想念一下中文 因為很久沒有說了 哦,好的 yeah,for example 如果你要找一個boyfriend 你會希望他的穿著打扮是ok的嗎? 我真的覺得說就是 他如果在該測試的地方正式 然後他是要一定的穿一個要領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的 oh,you mean 就是在什麼樣子上和穿什麼樣的衣服 oh,ok,I got it thank you for just 就是回答我這個 question ok 有一點奇怪耶 ok好,所以剛剛前面兩個女生 我覺得他們應該都是對於男生的outfit think this is important so,第三個 看看我們會不會就是 都是覺得重要的 hello hello hey,how are you? I'm good I don't think so 所以 you think that outfit is still important,right? yeah,I know but I mean not that official but at least it has to be good looking for me oh,ok yeah,that's what I'm thinking 因為 my friend just told me that you don't care and I think that is weird yeah yeah ok,好 對,現在要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oh,Po Xuen Po Xuen yeah,Po Xuen Hi,Hi,大家好 我是柏萱 我是李柏萱 我是Karen大學同學 他那個 所以我現在是要幫他問那個問題嗎 對 ok,好 我很緊張耶 我平常不常跟女生講話 沒關係,你現在有的是機會 真的嗎? good night有那個夜貓王啦 也會讓你加快跟女生就是接觸的時間這樣 這很棒耶 很棒對不對 很讚喔 嗨嗨,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他是有必要喔 蛤,真的假的 蛤,我以為長得帥就好耶 長得帥很搭搭這樣子是嗎 所以其實女生還是很看男生的穿著打扮嗎 怎麼了 哦,好好,ok,ok 好像真的女生還是很care外表 不是外表,應該是說品味,穿搭啦 品味,嗯 就是長得帥不一定重要耶 對,真的 對 不然我看Kevin長那樣 穿得不錯也是交過女朋友,我不 嗨,嗨,你好 哈囉 掛掉了嗎 掛掉了耶 耶,我們歡迎 我下來了 我下來了 現在幹嘛 我們今天要跟那個 哦,就Kevin說的那個嘛 要問的嗎 對 對 哈囉 嗨,嗨,嗨,你好,你好,你好 哦,剛剛那個啊 對,是 剛剛那個狀況了 對,是 哈囉 嗨,你好,你好,你好 好看喔 還是要看穿搭嗎 還是要看穿搭嗎 所以如果一個就是長得比較OK 但穿得很不行 跟一個長得比較普通 但穿得很OK 你會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長得普通穿得OK啊 好 讚 你是不是完全只可憐啊 對啊 欸,你真的是不錯 你懂我 不錯不錯不錯 嗨,你好你好 你好 我沒有很care男生穿搭 我也沒有很care男生的臉 所以我個人例外 我還是有很多條件啊 但是不外表 喔,看內在 好嗎,我的care是很高的 是很高是不是啊 這個樣子啊 所以你覺得男生要多高呢 就是找176以上 16以上是不是 所以假設今天一個男生穿藍白拖 但是176跟一個男生168 但穿得比較有品味 你會選擇176的藍白拖 那還有其他條件嗎 如果其他條件是一樣的話 對 哇,OK,OK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啦 照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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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討厭矮字 他不喜歡矮哥哥 喔,還好啦 我身高於矮矮 那那個Kevin在乘 謝謝我們的阿豪 阿姜妹是不是 沒了沒了 OK,OK,OK 我們都告一段落 好,是的 那我們差不多訪問完了 喔,那上面的朋友 喔,很認真啦 認真的問啦 不過那個 柏萱真的是有點可惜啦 他也沒自信 不過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這個APP呢 女生都還滿樂意跟你好好聊天的 所以說 只要你是抱持一個真誠的心 在上面交友 一定給娃娃娃不錯的朋友 綜合今天的結論啦 就是穿搭 這麼不穿搭這件事情 目前是 欸,幾票 好,那按照我剛剛的承諾 應該要穿兩件衣服嘛 那待會再跟你們講 然後怎麼參加抽獎 最後再做一下這個穿搭的結論啦 就是其實綜合來看 我覺得 女生還是多少希望男生 在穿搭上要下點功夫 不管是穿得很複雜 或是穿得乾淨就好 簡單來說就是 你還是要花點心思打理自己 雖然說還是有些女生覺得不重要 還有人說什麼身高要1760 我也是不懂啦 我也是不懂啦 我不懂啦,我不懂啦 沒有啦,但是我覺得 綜合大部分來看的話 我覺得女生呢 還是會希望男生有何而怎麼辦 那每一邊你怎麼看 我覺得以大方向來講 雖然說見仁見智啦 但是以大方向來講的確是這樣 因為基本上 穿得乾淨其實就是穿搭的一環 欸,我會講話 很好很好 好啦,那公布一下我們的抽獎辦法 一樣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接著呢 到我FB的粉專這部影片中 按讚、分享 並且留言任何一句話 啊,不要這樣 留言你對今天的角色 你最喜歡哪一個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 喜歡的話幫我個喜歡 不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IG 那我任何疑問的話 你放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1 1 1 2 1 2 2 1 2 2 3